余光中在1949年离开大陆去到台湾 在1972年台北 余老用一手相仇表达了他对故乡浓浓的情感 和对祖国统一的渴望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重庆担子石老街 担子石老街是西南地区著名的水陆布口 一条老街依山而建 面江而依 写满了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这也是马英九一行在重庆参访的地点之一 在我身后是一处名为乡愁起点的打卡点 提到乡愁很多人都会想起余光中的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这是余光中余老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 余老之所以将回到重庆称作回到故乡 这和他年少时代的经历密不可分 抗战时期 他跟随父母从南京迁到重庆 在月来场度过了近八年的学习生活 他乡愁里的邮票 船票和浅浅的海峡 都是他的乡愁 都是他对曾经生活过的重庆 充满着深深的眷恋 余光中在1949年离开大陆去到台湾 余老多年都没有回到故乡 他非常思念故乡和家乡的亲人 在1972年台北 余老用一首乡愁表达了他对故乡浓浓的情感 和对祖国统一的渴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